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相信這幾天大家最關心的一個問題 一定是美國和伊朗的衝突問題 大家很關心這一次衝突會不會上升為美國和伊朗之間的全面戰爭 甚至會不會擴大成為第三次世界大戰 大家還會關心中共是不是會從中東亂局當中再一次減到便宜 那現在我就想跟大家一起來探討這些問題 到今天上午為止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就是美國和伊朗衝突應當是可以畫上一個鬥號了 不是句號,是鬥號,也就是說會暫時的歇一下 不會升級為全面戰爭,更不會升級為第三次世界大戰 下面我就來講一講我為什麼這麼說 那這一次衝突突突然升溫的一個直接的導火線 是今年1月3號美國獵殺了伊朗的一個重要人物蘇萊曼尼 蘇萊曼尼是伊朗軍隊革命衛隊的重要指揮官 也是伊朗在整個中東地區進行軍事佈局的 培養各種反美武裝的一個操盤者 這一次他到伊拉克,是要去指揮伊拉克的反美民兵 襲擊美國的設施,他以前在中東地區策劃過多次這樣的行動 造成了不少美國人的傷亡 以前的美國總統有幾次機會可以把他幹掉的 但是是因為擔心引起美國和伊朗之間全面戰爭 也擔心引起伊朗背後的中國和俄國這兩個國家介入 所以沒敢動手 那麼這一次機會落到了川普的手上 他就毫不猶豫的下手了,把蘇萊曼尼給清除了 蘇萊曼尼死了之後,伊朗政權就聲稱要對美國進行報復 伊朗最高首領哈梅內伊,他是宣稱要讓美國人在中東撕痕遍野 伊朗還有一個高級官員,好像是國家安全部的 他說伊朗已經準備了13種報復措施 其中最弱的一種都比美軍殺蘇萊曼尼的行動要強一百倍 而且現在伊朗也在號召伊朗人民都來捐款一人一美金 一共捐8000萬美金,要作為川普人頭的懸賞金 這個話說得非常的狠 而且川普這一面也是喜歡說狠話的角色 他說如果伊朗真的是要動手報復的話 那美國已經準備好了對伊朗的52個地點進行定點打擊 也就是說要全面開戰 那今天伊朗的這個報復措施終於出台了 他向伊拉克的這兩個美軍的軍事基地發射了20幾枚導彈 所以很多人擔心這個戰爭是不是會爆發 但是今天早上川普發表了正式的講話 首先他說伊朗的這一波導彈襲擊沒有造成任何美國人的傷亡 也沒有造成任何伊拉克人的傷亡 而且財產上的損失也非常少 然後他又重申了 說清除蘇萊曼尼是正當的必要的 而且他警告伊朗政權不要繼續破壞這個和平了 不要發展核武器了 因為美國絕對不會讓伊朗政權有核武器的 也就是說如果伊朗繼續搞核武器的話 美國一定會摧毀他 那最後他還向伊朗人民、伊朗政權做了一點溫馨喊話 他說你們是偉大民族,有偉大的潛力 如果你們想發展經濟,如果想世界和平 那麼美國隨時願意跟你們合作 從這個話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川普他是不準備對伊朗的所謂的報復措施進行反報復 那也就是說這次衝突暫時不會升級了 那伊朗的這次報復行動有一點戲劇性 下面我就來給大家講一講幾個值得王位的細節 第一個奇怪的地方就是根據伊朗的官方消息 他們一共是發射了22枚彈道導彈 而且據說是向著美軍的空軍基地發射的 但是美軍居然都沒有去攔截 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大家可能還記得當年海灣戰爭的時候 第一次海灣戰爭 薩達姆多次向以色列發射那個飛毛腿導彈 以色列就用美國製造的愛國者導彈去進行攔截 幾乎是百發百中 而這一次伊朗向美國軍事基地發動導彈襲擊 按理說美國的軍人和戰機 還有其他的美國設施都在危險之中 美國一定會攔截呀 但是他們為什麼沒攔截呢? 第二個奇怪的地方就是 這22顆導彈居然沒有造成任何人員的傷亡 甚至沒有造成值得一提的財產損失 這不是太奇怪了嗎? 你就是往街上扔幾顆雷管 都可以比這個導彈的殺傷力會更大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奇葩的情況呢? 只有一種合理的解釋 就是這些導彈根本沒有對準那個目標發射 只是對著那些不可能造成任何傷害的那些目標發射了 這就能解釋為什麼美軍沒有去攔截它 而且呢,伊朗的這種意圖 美軍應當事先是知道的 如果他們不知道,那麼這個導彈升空之後 應當美國還是會去攔截的 那美國人是怎麼知道 他這個導彈不會造成傷害的呢? 兩種可能性 一種是美國已經發展出一種逆天神科技 伊朗的導彈一發射 他們就能夠算出它最後降落的地點 就知道這個導彈打不到任何目標 所以不用費事,浪費錢去攔截他們了 這種可能性不是完全沒有,但是比較小 因為要掌握對方這麼多導彈的 這麼多全部的這些數據 這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情 第二種可能性就是伊朗已經事先通知了美國 我們要發射導彈了,但是絕對不會對你們造成任何傷害 請你們不要介意啊 雖然這兩個國家現在關係鬧得很僵 但是呢,這種溝通的渠道肯定還是有的 比如說這個伊朗可以通過伊拉克政府 來跟美國人通知,也可以通過俄國 然後再通過歐盟國家來通知美國 比如說前兩天德國總理默克爾 他不就是跑到俄國跟普京去會談了嗎? 會談很神秘,具體內容對外保密 只是說是關於中東局勢的 也就是說他們是要幫美國和伊朗兩邊 降溫的、熄火的 他們就是在幫他們做這種溝通的,溝通好了 最後才有可能出現這種奇葩的場景 伊朗向美國發射了22顆導彈 美軍毫發無傷,平民傷亡也沒有 大家可能會覺得挺奇怪 伊朗當局為什麼要搞這樣的一些動作呢? 伊朗當局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舉動 那是因為他們有充分的這麼做的理由 首先是因為他們必須得對美國做點什麼 才能向伊朗的老百姓表示他們是很強硬的 是敢於跟美國叫板的,所有的這些專制政權 他們都有這麼一個特點 就是一定要讓他的老百姓覺得他們很厲害 這樣老百姓才能怕他們 那現在美國定點清除了伊朗的軍事首領 哈梅內伊的親密夥伴 如果是他們伊朗政權都不敢回擊 那老百姓就會瞧不起這幫人 那今後反對他們的時候心理壓力 還有恐懼感就會小很多 所以說伊朗他必須得反擊美國 而且他還必須得告訴人民 他們重創了美國 所以這次導彈發射之後 雖然美國宣布沒有任何傷亡 那伊朗政權對他們國內宣布的 那就大不一樣了 他說他們消滅了80個美方的人員 那為蘇萊曼尼報了仇了 大家看看這種做法是不是很像中共啊 中共也是告訴老百姓說 簽署第一階段的這個協議 那是因為川普讓步了 川普投降了 這跟伊朗的這個做法 簡直是如出一轍 都是在吹牛都是在說謊 那順便再說一句啊 凡事向自己老百姓 經常說謊的吹牛的政權 一定會實行這個網絡封鎖 伊朗也是不讓自己老百姓自由上網的 為了欺騙這個國內老百姓 他們必須要發射這二十幾顆導彈 但是他們又不敢真的向美軍動手 因為一旦造成了美軍的人員的 或者是財產的比較嚴重的損害 那他們知道川普一定會反擊的 有些人可能會以為 說伊朗的這幫統治者不會這麼膽小吧 不會怕打仗吧 因為他們是宗教狂熱分子嘛 其實這種想法是不對的 那些統治者他們實際上很膽小 他們過去之所以不怕打仗 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不會死 因為有的是老百姓的子弟 給他們去當炮灰 而且經過他們洗腦了之後 還有一批傻瓜哭著喊著要去給他們當炮灰 你不讓他們去當炮灰 他們還是說你是投降派 你讓他們去當炮灰 他們反而覺得你是英雄 比如說當年老毛 他把100萬中國年輕人送到朝鮮去送死 到現在還有一大批的粉紅、憤青、毛左在讚美他 說他有種敢跟美國人叫板 這種情況中國有伊朗可能更嚴重 但是現在伊朗這個統治者心態發生了變化 因為他們知道戰爭的形態發生了變化 他們知道一旦打起來 美國不需要像過去那樣用那麼多的軍隊坦克去對付那些炮灰 現在他們會直接的向最高層的統治者下手 讓領導先走,領導就害怕了 所以說伊朗領導現在就要在老百姓面前要裝一下恨 同時也要向美國人服軟 所以要提前通知美國人,這些導彈不是衝著你們去的 提前通知了,還不放心,怕美國人借機去炸他們 所以說這個導彈剛剛發射了之後 伊朗的外長扎里夫就發了一條推文 他說行動到此為止,我們已經結束了 我們不想發動戰爭 大家都知道川普是喜歡在推特上面發布一些重要消息的 這次伊朗外長也是在通過推特在向川普喊話 向川普服軟 這個時候川普如果再繼續打他們,繼續打伊朗 那麼就顯得有點欺人太甚了,有點欺負人了 所以川普也釋出了善意 他說只要你們不搞核武器,不輸出恐怖 你們搞經濟建設,我們會隨時跟你們合作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斷定由蘇萊曼尼之史引起的緊張局面 現在已經緩和下來了,已經告一斷落了 但是這僅僅是暫時的 這雙方絕對不會長久的和平相處 不僅不會和解,而且今後隨時都有可能 再一次的發生摩擦 因為引起他們 引起美國和伊朗衝突的兩個主要的原因都還存在 第一個原因呢 就是伊朗政權需要不斷地和外部世界進行衝突 不斷地製造外部的敵人 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夠讓伊朗處於一個長期的封閉的、貧困的、愚昧的狀態 如果伊朗開放了、經濟發展了、人民教育水平提高了 那就會對這個政權越來越不滿 覺得他們根本沒能力、沒資格管理這麼一個國家 舉個例子,就在前兩天,蘇萊曼尼的家鄉 伊朗官方給他舉辦了一個盛大的葬禮 參加了十幾二十萬人 結果這個葬禮上就發生了踩塌事件 造成了五十多個人死亡、兩百多個人受傷 你這個政府你連一個葬禮都安排不好 你有什麼資格管理這個國家呀? 如果伊朗人民沒有被洗腦 如果伊朗人民能夠自由地接受外部的信息 那就因為這一件事情就可以讓你這個伊朗政府下台了 我們把伊朗和香港做一下對比,更能說明這個問題 去年香港曾經舉辦過好幾次過百萬人的大遊行 組織者是香港一個民間人權陣線,這麼一個民間機構 香港的這些大遊行不僅僅沒有出現踩塌事件 遊行之後連街上的垃圾都被清得乾乾淨淨 這不僅僅是因為香港人公民素質高 而且也是因為民政組織能力強 如果伊朗人有了香港人這種數字 而伊朗政府的組織能力還不如香港的一個民間團體 那它這個統治能夠維持下去嘛 那伊朗人的抗爭不就會像香港人一樣那麼激烈嘛 那麼持續嘛 所以伊朗政權它絕對不會選擇開放、不會選擇繁榮、不會選擇和平 他們要故意的製造貧困、要故意製造衝突 因為只有生活在貧困和衝突之中 老百姓才容易被他們洗腦、才容易被他們愚弄 那還有一些是外部因素 也會讓伊朗政權繼續製造事端 那中共就是一個最重要的外部因素 習近平當局他是非常希望把美國拖在中東 從2017年開始美國就推行亞太戰略 就是要把絕大多數的兵力和資源集中到太平洋地區 目的就是要對付中共 經濟上削弱中共、政治上孤立中共、還有軍事上圍堵中共 而中共的策略就是拉攏俄羅斯 然後從東面,在東面慫恿金正恩給美國添亂 然後在西面慫恿伊朗跟美國作對 很明顯在東面他們不敢有大動作 因為那樣只會讓更多美軍集中在自己的家門口 而伊朗離中國比較遠 習近平當然他樂意把美國的力量引導到那個方向去 更希望在中東發生戰爭 而且希望這個戰爭一直持續下去越長越好 所以大家看一看 美國對中國壓力越大,中共對伊朗的支持也就越大 2019年6月份的時候習近平見了伊朗總統魯哈尼 向他保證說中國在任何時候都會支持伊朗 就在那個前後,伊朗就擊落了一架美國無人機 當時差一點點,川普就要進行還擊了 後來他忍住了,為什麼要忍呢? 因為他想集中精力搞他的印太戰略嘛,不想分心 那12月底的時候,中國、俄國還有伊朗三國 舉行了聯合海軍軍事演習,就是給伊朗打氣 這個打氣很有效,差不多就在同一時間 伊朗操控的民兵組織就向美國在伊拉克的基地發射火箭 造成了一個美國平民死亡了 然後中共又向伊朗提供了37億美金的援助 之後就是蘇萊曼尼去伊拉克策劃襲擊美軍的基地 這個邏輯是非常清晰,就是中共要利用伊朗牽制美國 中共內部有一種說法,就是第一次海灣戰爭 為他們贏得了十年的發展時間 911事件又為中共贏得了將近20年的發展時間 90年代初期,中共因為這個六四事件被西方世界唾棄了 而那個時候蘇聯集團又瓦解了,中共在世界上非常的孤立 突然就有好消息傳過來,說薩達姆入侵了科威特 引發了海灣戰爭,老布什政府以及後來的克林頓政府 他就把這個戰略重心放到了中東 對於中共就採取了綏靖政策 中共國際上的壓力一下子就沒有了 到了2001年911事件爆發 小布什繼續加強他在中東的力量 忽略了中共,對中共進行遏制 後來奧巴馬上台之後,他是想撤出中東的 但是因為破例不夠,兩邊搖擺 沒有能夠完成他的重回亞太地區的戰略 給中共又給了8年的時間 所以這加起來,直到川普上台將近20年時間 川普上台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 中共是特別不喜歡這種改變的 所以他們很想中東再一次爆發戰爭 再給他們贏得10年的時間 所以中共抱著這種想法 他們還會繼續不斷地在中東製造衝突 他們製造美國和伊朗之間的這種不和 只要這種因素還在 所以今後一定這兩個國家好不了 還會繼續摩擦下去,大家拭目以待 那麼中共會不會如願以償呢? 他們能不能夠把美國拖在中東呢? 我可以肯定地告訴大家,絕對不會 因為川普的這個印太戰略 現在已經是相當的確定了 他們非常清楚,對美國對世界威脅最大的 就是中共和普京政權,尤其是中共政權 所以他們不會上中共的當 在中東輕起戰端 川普雖然嘴巴大,膽子也大 但是他做決策還是非常理性的 比如說,去年6月份 伊朗打下了美國的一架無人機 川普說要進行報復,要打擊伊朗 但是最後在行動之前10分鐘,他還是取消了 又比如說,這次他是果斷地幹掉了蘇萊曼尼 但是他沒有讓這個事件繼續升級 現在美國向中東地區確實是徵派了一些軍隊 但這只是暫時的 只不過是要穩定一下中東的這個局面 川普的最終的目標還是要把大部分的兵力都撤離中東 轉移到亞太地區 川普他手下的國防部長也多次 埃斯帕他也多次聲明了這個印太戰略 所以以後伊朗他還會繼續挑釁美國 美國還會繼續教訓伊朗 但是爆發全面戰爭的可能性不大 那我們現在來設想一種最壞的情況 就是伊朗的統治者他不怕死,不怕先走 膽子大了,要跟美國全面開戰 那美國會不會被他牽制住呢?也不會 因為美國已經吸取了過去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教訓 打完仗以後他不會留在那裡 以美國現在的軍事實力,中共、俄國、還有北韓、還有伊朗 大家聯合起來都不是美國一個國家的對手 更何況美國還有北約、還有日本、還有南韓 還有其他一大堆的盟國 那這點中共和普京他們都是知道的 所以他不敢跟美國進行正面衝突 所以大家放心,第三次世界大戰絕對打不起來 那麼美國要對付伊朗這麼一個弱國 那就更是不在話下了 即使是打起來了,也會很快結束戰鬥 過去美國之所以在中東被套牢了那麼長時間 那是因為他們結束戰爭以後 還想繼續駐紮在那個地方 幫助那個地方建立起民主政權 就像他們二戰以後幫助日本、幫助德國一樣 但是現在他們知道了,日本和德國的經驗 在中東地區很難複製 因為中東地區很多地區的老百姓 他們的思維還停留在中世紀的水平 傻子太多,騙子橫行 在這種地方你要想讓民主成功 非得用個幾十年的時間不可 那後來呢,敘利亞戰爭爆發之後 美國人就學精明了,不重蹈負責 他們只是在這個阿薩德政權太不像話的時候 才出手打擊他一下 但是他們拒絕深度干預,更不會說全盤接管 那今後如果伊朗和美國打起來了 我相信也會是這種情況 美國會把伊朗的軍事目標 重要軍事設施炸個底朝天 說不定還會把伊朗的軍政要員再幹掉一大批 但是他絕對不會說派兵駐紮在伊朗幫他們重建 這種情況下,美軍一個星期最多一個月 就可以結束戰鬥,那怎麼會被拖住呢? 所以說中共那幫國際問題專家 那幫智囊都是飯桶,王滬寧、王岐山 有點小聰明,但是絕對沒有大見識 所以他們經常誤判形勢,連續犯錯 這次在伊朗的這個問題上面 他們的如意算盤又打錯了 而且經過這一次美伊衝突之後 川普一定會加快速度去對付中共 因為他知道中共是所有美國敵人的大靠山 你不把中共整垮,那伊朗就會不斷的來跟你搗亂 北韓就會不斷的來跟你搗亂 還有各地的恐怖組織就會不斷的來搗亂 世界就不得安寧 這個道理呢,我們很多的網友都非常的清楚 請大家相信川普和他的團隊也一樣明白 現在川普已經在做他應當做的事情 已經在盡力的削弱中共 大家也應當做我們應當做的事情 做什麼呢?那就是盡力的去傳播事實真相 傳播民主理念 同時團結更多的志同道合的同道 形成團隊,為即將到來的民主變革做好準備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同意我觀點的朋友請點個讚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請訂閱 希望繼續交流的朋友請在這個視頻下面留言 我會盡量的回覆,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